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接近尾声,电视明星们纷纷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。 在周日的爱美奖颁奖礼上,一些明星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·川普, 另一些人则表达了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·克林顿的期待。 主持人吉米·卡摩尔在颁奖礼的一开始,就玩笑式地点名制作人马克·伯奈特。 一些人会问谁应该为唐纳德·川普负责,为唐纳德·川普现象负责, 我会告诉你是谁,因为他就坐在那里,对,就是那个男人。 卡摩尔指的是马克·伯奈特,后者是川普主持的真人秀节目《学徒》和《名人学徒》的制作人。 我现在所说的话要记录在案,如果唐纳德·川普被选上,而且建了一堵墙,他要负责, 他是第一个应该被我们扔出去的人。 在距离总统大选日只有50天的艾美奖颁奖礼上, 吉米·卡摩尔一开场就为整个节目定下了政治基调。 伯奈特制作的《美国之声》获得了最佳真人秀奖。 领奖时,伯奈特开玩笑说,他刚刚接到克林顿的电话, 批评吉米为唐纳德·川普在美国广播公司频道上做免费宣传。 我确定唐纳德非常高兴, 我确定他现在正在给吉米发电子邮件,感谢他做的5分钟免费宣传。 川普向来已在推特上口无遮拦文明, 但他对周日晚的艾美奖颁奖礼没有做评论。 凭借HBO剧集副总统连续第5次获得喜剧类剧集最佳女主角的朱利亚路易斯·德利法斯, 在领奖时对当下的政治局面表示道歉。 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为当天的政治气候道歉。 我认为副总统推倒了横杆在喜剧和政治之间的那道墙。 我们的剧集是以政治讽刺开始, 但现在更像是一部发人深险的纪录片。 喜剧《无为大师》的主演阿兹·安萨里也在台上讽刺说自己决定支持川普。 我建议把所有的穆斯林和墨西哥人都从这个颁奖礼赶出去。 这样一来,奥斯卡也轻松多了。 妈妈、爸爸,你们需要立刻被送出去,我十分抱歉。 安萨里出生在一个印度穆斯林家庭, 他今年6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《为什么川普让我为我的家庭感到恐惧》。 他在分化人,他管那些长得不像选美选手的女性叫猪。 他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责怪穆斯林和墨西哥人。 他开残疾人的玩笑,这是大写的歧视。 这种方式在我们的历史上曾被使用过, 在战争开始和胜利之前。 感谢你,艾伦·德杰尼勒斯。 感谢希拉里·克林顿。 克林顿在推特上回应凯特说, 凯特,恭喜你获得爱美奖,我也是你的粉丝。 共和党曾经的参选人杰布布什也在爱美奖颁奖礼上露了一次脸, 扮演送吉米到现场的优补司机。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